我要聽到33號 你們的好友人數多少人啊 太誇張了 是 看到有人私訊我 然後還說 愛遲了 愛慘了 愛慘了 陳愛過 你們自己本身的臉書 是用本名嗎 還是也是用一些其他的名字 會堅強 會堅強 會不會到真的堅強的時候 就把名字這樣改掉了 我名字已經上線 不能改 妳這樣改掉 妳這輩子就被會堅強了 答應我的秘密不要忘記了喔 然後有一次在路上就看到我 就說我很可愛 然後我就心動 然後後來妳跟他告白了 對啊 然後他就答應了 他說我希望男朋友 跟我跟他分手再換你 好 好 主持人大跳手指舞 蒙翻全場 成群 三ican 我是Selina 我是蠟豆 歡迎收看小宇宙33號 今天我們要聊這個話題 所以說跟妳跟我 都是息息相關的 對 我們聊的是Facebook Facebook 臉書 對 因為現在使用臉書的這個 算是使用率非常非常普及 其實我來到這邊 知道每個小朋友都有臉書的時候 我真的下巴快掉下來了 真的嗎 我覺得我可能太好了 是第二個還是第一個 好… 只要一個下巴 你敢說嗎 沒有激怒我 沒有激怒 沒被激怒 怎麼樣… 只有一個小的 只有一個小的 好… 沒有 因為我自己就是前 好幾年前臉書開始流行的時候 我同事都在玩 然後我才知道我這個東西 對 然後我覺得它很危險 所以我不敢自己申請 危險的意思是說 就我覺得人家會看到我的資料 然後我就 其實我後來發現其實沒那麼危險 然後我就請同事用他的資料 幫我申請一個 就是私人的Facebook 所以我上面的生日 到現在為止 不是我真正的生日 所以那妳私人的好友有多少人呢 大概 就是很少 我跟你那麼熟 我好像還沒有妳那一個 妳是健壽耶妳 我就是真正的 是人的 我就覺得很瘋 我以為我是妳朋友 不用這樣子啦 好啦 反正我跟妳講 我連我媽媽我都沒有按讚 就是沒有同意耶 我以為… 算了… 沒有 因為我跟你講 因為Facebook這個東西 像我覺得一開始在玩的時候 大家像我一開始 我第一個帳號開的時候 我就很興奮 就說怎麼大家都來邀請我家好友 我想說好棒 我人緣好棒 我全部都同意… 然後最後有一天到四千九百多的時候 然後我才得知一個訊息說 到五千就滿了 就不行 是喔 所以我重新申請一個 對 我有加妳的Facebook 對啊 我有加到那個快五千人的 結果呢 我有一次看到妳發狀態 我就下面回一個 結果大概那天有幾百個人 加我的Facebook 妳也看到我了 對 因為反正就那個話比較沒在玩 OK 好啦 重點是 我們今天要記得要講到Facebook 我們請來幾位算是跟Facebook 都有一些關聯的人好嗎 首先歡迎第一位林可彤 歡迎 歡迎 妳玩臉書玩多久了 我應該有六年有了吧 怎麼會開始玩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我很早就開始用 台灣還不是很流行 然後我在香港工作 然後香港的時候我的畫像師模特好友 他們都有玩 然後他就說真的很好玩 而且對你的工作很好可以 你PO的東西會有很多人看到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使用 在06年 妳剛剛說妳裡面有很多模特兒 沒有啊 她笑一笑好友好嗎 沒有 我好常看到妳 OK 好 妳這麼多話裡面 妳一串一串畫裡面 妳就聽聽聽聽話 好不好 OK 小玉 歡迎 來 大家好 我是小玉 小玉 你剛剛說 妳那個上一天去我的那一個 之前比較多人那一個之後 是不是回去家裡很多是女生 幾乎都是女生 而且幾乎都是 應該都是 不是圈子 都是被他拔過 對 對 對 看起來有點像會喝酒的感覺 你少看那個 所以你覺得臉書是交朋友的 好地方對不對 臉書 臉書絕對是交朋友 而且是聯繫感情的好地方 都要不要夾我 好啦 你是會PO很無聊玩男人嗎 我PO都是 你小玉你都在看 我是PO還不錯 有時候滿無聊的 我都很緊張 我每次看到朋友 就是有些人會PO那種 很無聊的東西 我不可能PO早安 午安 晚安這種 我就會翻好多個白眼 然後可是不好意思 八三十 沒有 有些人就無聊就找 我起來了也PO 我要睡覺了也PO 我都PO一些什麼 不好意思 我沒有這種 我沒有這種朋友 妳來聊 第三位呢 我實在不太知道 他來這邊做什麼 請問郭老師 什麼樣子 真的 我知道臉書已經好多年了 你知道書知道臉 可是你知道這兩個合起來 是另外一個東西嗎 知道 妳不要在那邊吵 我跟你講 我有臉書耶 而且我很多年前 很多人一直叫我弄臉書 可是我當時就有眼見 我認為我那個臉書 會變成我工作的 另外一個場所 另外一個工作 果然不錯 你看 全球封臉書 今天你非自不可了沒 根據統計 現今台灣臉書使用人數 超過一千三百萬人口 而13到15歲的青少年人數 也高達83萬人 而究竟青少年臉書上 不能說的秘密有哪些呢 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我們 歸納了一些臉書上面 青少年臉書使用的狀況之下 有一些不能說的秘密喔 陳第一個 我們問一下各位 你們的好友人數多少人啊 來 我啊 你寫一下好不好 寫一下好了 那像你們是什麼 好 你們看到子昀 你算是比較少 你232個而已 是人緣不好嗎 不是 我家的好友都是那種 現實生活中 會見到面的 我不會加那種 不會看到 你見到面有232個朋友 對啊 這都是班上同學 然後其實很容易啦 你班上同學或是補習班的 加一加 然後隔壁班的 對不對 裡面女生多還是男生多 女生 可是你感覺上你現實生活中 應該男生朋友應該也很多 對啊 男生朋友是很多啊 可是因為 女生朋友比較有趣喔 對… 我們這裡面看到這些好友人數 兩三百的嘛對不對 裡面有一個很誇張的知名 太誇張了 3390個 你是把自己當藝人在經營這樣嗎 沒有 為什麼這麼多好友 就是到一個社團PO文 然後呢就第一次PO 然後就有300到500個人來夾我 那你都答應人家 你都不顧慮一下嗎 我有些都會刪掉 就是像就是很奇怪的人 那就會刪掉 373990 你為什麼你會先同意之後 然後他就… 我會先點進去看 是什麼樣的社團 讓妳可以好友增加這麼多 教我們我們也要 就是那個最近還滿紅的什麼 為什麼這個名字這麼… 這麼好難說出口喔 77C的G 235678的8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電腦連這個就是 這個社團對不對 對 這個 如果你被加進來代表 你很G… G8 快加進去 那叫朋友8 然後這邊的人呢 他都是PO一些什麼 來看一下 好像 這是什麼 什麼東西啊 你可以去那個社團裡面 就是譬如說PO很多 你想PO的東西 然後就可以 我來問一下 有加入這個社團的現場 舉手一下好不好 我啊 這麼多人家 怎麼這麼家啊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社團裡面有多少人嗎 甚至這個嗎 可以看到… 80萬 7500 25 8000萬 10萬 80萬 這兩個有80萬人 你只要進去你就有可能 這裡面就得到很多的朋友 是這樣子嗎 好誇張 喬音 妳有在那邊PO過照片嗎 有啊 我昨天才在那邊PO一張照片 妳PO了什麼樣的照片 就… 就是從上面角度 高角度拍的 然後那個嘴巴是這樣翹起來的這樣 沒有錯啦 就微笑的照片 微笑的照片 那有穿衣服嗎 有穿衣服 所以是在PO一些正常的照片 然後就… 就有很多人來找我聊天 然後後來變 多少人邀請妳想要加朋友 我沒有算 請問一下裡面都是 你們這個年紀的人比較多嗎 還是什麼都有 有大有小耶 超過30歲可以參加嗎 有 有高中的也有已經在工作的 最受歡迎的是14歲的 應該吧 應該啊 但是妳們因為這樣的關係 會不會像 因為像知名 妳已經加到三千 三百九十個好友 因為上線是五千個人 妳那不是粉絲業嘛對不對 那妳會不會有一些困擾 碰到一些怪事情之類的 有啊 就是有一次我看到有人私訊我 然後我就 他就打嗨 我就說 我就打一個微笑 然後他就說 就是一夜情的意思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趕快馬上把它刪掉 還有沒有 然後再封鎖它 天啊 實在是很可怕的 在這邊要奉勸各位同學們 在網路上交友 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來 第二個現象 是使用本名 OUT 職業欄也要精心設計喔 我們這邊稍微整理一下 這些10到15歲青少年 他們有一些這個 算是使用臉書 他們不用本名 有些其他的名字喔 在這邊 不在這邊 在這邊 早說 來 等一下 譬如說呢 他們有這樣命名 是他們覺得很嚇趴 他們就是人命什麼太什麼 比如說他叫太天真 有人叫太在乎 太在乎 太依賴 太堅強 可是他就不是本名了耶 太享受 很多都不用本名的啊 太自卑 太欠扁 跟太北七 太欠扁 太北七 真的都是一些太自卑 太自系列 接下來呢 還有人喜歡愛系列 有什麼呢 比如說還愛著 心在愛 愛遲了 愛慘了 愛慘了 曾愛過 這種名字多不開心啊 愛太深 只愛力 愛什麼 愛不去 愛不去 就愛你 愛已久 愛已久 好不好 就是說其實現在呢 大家都會用一些特殊的名字 對不對 好不好 名字是不是不可以改的啊 可以 可以改的喔 接下來還有這個 比如說像諧音系列的 找 諧音 什麼 你不是害我嗎 什麼 自己看就好 好不好 自己找就好 不要叫我找 還有 老皮水 老皮水 老皮 什麼 老皮 鹽 綠 麥稠 柯吉爸 柯吉爸 老幾寒 老幾寒什麼 老老皮寒 其他還有一些什麼 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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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碎的想念要怎麼斷 真的OK 是寫詞的嗎 好長喔 拼職聲這種算是滿認真的啦 沒帶筆 你不去借喔 對 膝蓋陽光 很需要 小玉 碰到去那種很需要的這種其實 就給他 不是 會不會有種害怕的感覺 還是覺得怪怪的 很需要什麼啊 但是我覺得 取這些名字很容易被人家記起來 是真的很容易被人家記起來 好處當然是這樣子 但是人家在叫你的時候就很難聽 老皮水 知名他的好友非常多 有三千多個人喔 我們就來看一下他裡面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特殊的名字 好不好 有耶 譬如說是什麼 林某 孟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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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啟航是什麼 就是孟祥啟航啊 還有一個 名字好像好像可以改十個字 這樣子你也可以當你的名字 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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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字啊 不敢念的字耶 就是很像 這很像那個字 來故意寫著這樣 的那個字 對 你們自己本身的臉書是用本名嗎 還是也是用一些其他的名字 會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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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堅強就是你啊 好像受過傷一樣耶 為什麼 那時候是發生什麼事 是以前還是現在的名字 現在 為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呢 失戀 會不會到真的堅強的時候 就要把名字再改掉了 我名字已經上線了 不能改了 改掉 可以改幾次 十幾次吧 那你這樣改掉之後 你這輩子就不要會堅強了 他可以宣除這樣 會好啊 這樣好嗎 這樣這輩子會堅強什麼不好 沒有 堅強還不錯 會堅強就有一種 對啊 就是說你不堅強要堅強 又遇到什麼事 有一個動作要進行 所以名字只能改十次喔 我還不知道 十來次不知道幾次 我都沒改過 但是你改最後一次之後 你知道這個是上線的嗎 他會告訴你 跟你說不能改 這最後一次囉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你真的很需要這三個字 佳倫 他之前的名字可能是太開心的 對 你改那麼多次 你有改過什麼樣的名字嗎 很愛吃 很愛吃 你為什麼就這麼奇怪啊 很愛吃 很愛吃就吃 會堅強就堅強 對 還有什麼 布丁 布丁 也是吃的 布丁就正常了 是因為那時候頭髮黑的長出來 對 布丁 對 好 還有什麼其他名字的各位 我現在的名字叫心理化 心理化 對啊 就是我之前跟一個朋友啊 一個很好的朋友 然後就 我就要心理化 他就要心內化 她是男男女的 女的 就是姐妹名 所以你們兩個講話的時候就是 對 沒有 就不用眼神了 對啊 然後結果我也是 現在然後就上線 就改不了 妳也改不了了 對啊 所以 我跟妳講 名字是不要亂取你知道嗎 像譬如說各位的粉絲頁 可能就自己的名字啊 我不是叫納豆嗎 那我的粉絲頁名字很長 就說 都是 因為我那時候會打 我穿了一個粉絲頁 我想說納豆 然後我想說納豆粉絲頁 納豆跟粉絲都是食物 我就打上去就出去了 然後結果 後來那個好友 好像到了一個多少之後 不能改 他們的那個姓名群在上面呢 他們的這個公司 可以自己創立 所以有人 譬如說胡迪 他是說 我在我要統治全世界股份 有限公司 他的友好 好 你看 或是說這樣重新啟動 他是在 摸屁股協會 擔任公公的角色 摸屁股協會 或是拼成績他是在 我就是單身 你要拿我怎麼辦 擔任BOSS 那你就當BOSS 那你就單身就好啦 對不對 那B B呢 他是在 屁孩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總經理 屁孩是什麼啊 就小屁孩啊 小屁孩啊 就小朋友啊 就小孩子 對啊 這位 他是在 姓郁牆有限公司 擔任失人的角色 但是對自己很那個 那韓庸是在 混吃等死股份有限公司 擔任董事長 你們有在其他公司 擔任什麼職業嗎 我就說像這樣虛擬的 蕭音 我在那個 瘋人院擔任院長 我 那裡面有其他的那個 沒有 就你一個 瘋人院擔任院長 對啊 就我一個 好 接下來看看什麼 第三個現象 第三個現象 大事小事都打卡 而且一次要擔任很多人喔 這是我最討厭的一件事情 我之前還不懂 為什麼我被不知道什麼人 就是擔任還是什麼 還是我擔任誰 然後結果照片就有很多 我不認識的人按讚 然後我就嚇瘋了 然後完了完了 我的Facebook被盜用 沒有 因為你擔任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的朋友 就可以去按讚 對 我本來不知道 你看我多驢 真的 我真的很土 對 不會用 所以像這種情況 小玉你是不是也會碰到 基本上 加了新朋友之後 假如說他一直擔任你 他不管做什麼事情 他可能在吃滷肉飯 跟你一點都沒關係 他擔任你 或他穿一件衣服 他也擔任你 你這個時候 就是該把它刪掉了 因為他想要引人家注意 對 這目前有個助理 就是人很好 就是我不管做什麼事情 他都要擔任我 我說其實我這個是算私人行程 你下次不要擔任喔 還是擔任你 他一定有習慣 那些年輕人到哪裡 就要擔任一下 然後我上一次還去了 士林觀禮逛 然後我想說 我在這邊看花 我一定要來就是打卡 學年輕人打個卡 結果我在光那邊 要用打卡 我大概就用了有 15到20分鐘 因為我把所有的定位 什麼全部都關閉 全部關閉 我光去找那個功能要開啟 然後再成功打卡 我真的花了我20分鐘 站在太陽下那邊曬 只為了打一個卡 你很常犯案嗎 你為什麼要關閉那些定位的功能 你真的太緊張了 我真的太緊張了 我真的太緊張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剛剛提到說 其實除了打卡之外 還喜歡掌握別人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謝謝你的小顆粒 單身情人節快樂 謝謝你的小顆粒 結果有點失望 還好我沒說出口 他第一次告白 然後可能沒有成功對不對 然後他掌握了50個人 要掌握很久吧 好誇張 為什麼你要掌握那麼多人 你要跟這麼多人告白 而且他沒標到的 還會sorry 這個其實不是他掌握 就是別人 這是他的朋友 背標會怎樣 背標就別人有時候眼睛的 對啊 有時候會流標 有時候會流血 會流血 但是這樣這種像可同 是不是其實如果說真的 就要跟他小語題的 說身為這個公眾人物 如果被標是不是有 夜收其實真的滿困難的 所以我有一個功能就是 他如果標我要按確認 他才會顯示在我的板上 對啊 所以這樣還滿好的 他可以把它鎖住 但才不會被人家一直 可以把他關起來 就是我不要被標出來 對 就你可以不太多 可是在別人的板上 他還是會看到我被標在那邊 可是自己的板上 就不會被看到 對 就還是會有一些隱私的設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剛剛說這個打卡 其實現在很多人 比如說我去吃飯 我覺得這餐廳很好吃 我就打卡 比如說我去哪裡覺得看 這個展覽不錯我就打卡 可是有一些人很奇怪 他打的卡那個地方 是你可能從來都不知道 那什麼地方 一些很虛擬的地方打卡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譬如說像這個 曾經有人在 你不懂這個地方打卡 那你怎麼打得到 你不懂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己申請那個名字 就是不懂臉書 對 真的嗎 那個地方是你可以自己打 自己寫說 比如說這是我家 像我一個朋友 他常常在家打卡 我打孤單老人家 然後就自己打一個 對… 所以別人也可以在 孤單老人家 對 那這一個呢 我們的理界呢 他就在景仁宮打卡 你真的是皇后耶 因為他是宜修皇后啊 對不對 他很容易有頭痛 所以景仁宮是哪裡 算是你房間 對 景仁宮是我房間 我姊姊他們房間是長春宮 還有那個什麼 楚秀宮 慈明宮 睡衣宣 陽性店 有睡衣宣嗎 沒有睡衣宣 你們有小廚房 小廚房在廚房那裡 你們家很甄嬛耶 你把自己家分成五六個地方 來打卡 他們家還滿大的耶 對 還有柴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 就算是打一些虛擬地方 特殊地方的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線下是 利用臉書高調思愛 閃光文逼妳要戴墨鏡喔 有啊 舒緯 Ella其實有時候也會 對不起… Ella怎麼了 沒有 Ella她的粉絲頁 她也常常會PO閃光文 你 而且她都直說就是 沒錯 姐姐就要閃死你們 然後怎麼回來 就寫她跟姐夫 對 閃光文真的是很不錯對不對 舒緯有FB的照片 你答應我的秘密 不要忘記了喔 對方就不會說好 然後打個像笑臉 好 然後笑臉 然後說就 柯柯 柯柯農那個 這個叉叉又說又笑了一個臉 大音到底什麼事情 可以大概跟我們說嗎 可以跟我們講嗎 很喜歡 是 我也不會忘記 我爸又喜歡他 就是見面只是聊天而已 然後有一次在路上看到我 就說我很可愛 他說你很可愛 那大音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心動 Oh my God 可是你不是 等一下 可是你不是有女朋友嗎 沒有啊 今天分的 然後後來你跟她告白了 對啊 那她就答應你 她說我希望男朋友 你為什麼在講這些 對啊 你在吃什麼 她說我希望男朋友等我跟他分手 我就換你 好難等喔 所以她 難怪她要我不能講出來 她答應你是說 你是第一順位就對了 第二順位 很大牌對不對 很大牌的感覺是不是 就對啊 因為 也沒有啊 就你請我願嘛 對啊 她是說我女朋友 所以這就是你們的約定 跟祕密這樣 對 可是你這樣拖出來 不會怕會 譬如說她的男朋友看到嗎 他們說會打馬賽克 不是 我說 這時候才打 是說剛才的話你相信 那有夠人嗎 看啦…一定要 這一定要 意思是說你在FB跟他互動 她的男朋友不會看到嗎 因為不知道什麼祕密啊 我們聽說 芷筠也有在FB上面 有曾經有愛的告白過對不對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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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 看一下… 在這邊 這是芷筠自己寫的啊 有啦 我們曾經開心的對話 我送你 你是芷筠 你要用男生的聲音念 我們曾經開心的對話 他比較有用的口音你知道嗎 我送你的禮物 你開心的樣子 現在不再為我笑 再還給我寫錯詞 再寫錯了 你很幸福 我很難過 但我假裝很堅強 這種感覺很難過 哇 這不是小孩嗎 這可憐我的 對 對 就是說 當時這個是被一個 什麼樣的女生拒絕 不算拒絕啦 算是我發現一種 她的撒謊 因為她 她在 她就是 那時候她就是 她在FB很關心我 那她應該是對我有意思這樣 然後到時候 她就說她喜歡我 然後我也很開心啊 那… 對… 很開心耶 可是開心…是因為 當初我 我知道邱志銘 有喜歡的人的時候 我才去想說 隨便找一個來替補這個上學 我問一下… 對 什麼東西啊 什麼都跟志銘有關 你當時喜歡的是志銘 你之前喜歡志銘 這個是貝胎小姐的 對… 然後結果她就跟我說 她喜歡我這樣 然後她就說 到時候被我發現 她其實有男朋友了 然後我就 那她還跟我說 她比較喜歡我 她比較不喜歡那男朋友 那我就很矛盾 那妳幹嘛要跟她講 那這樣已經決鬥嗎 對…很奇怪 所以你跟我一起就好了 或什麼 對啊 我也搞不懂 所以到時候我就不理她這樣子 後來之後呢 我就找我爸談這件事情 對… 好嚴重喔 妳是拖在FB上面 她是跟我說 如果這個女生 真的不喜歡妳的話 那妳也不要就是太傷心 因為妳如果說 妳今天條件很好的話 妳根本就不用追求別人 就一堆給妳挑這樣 對… 她自己都跟發光體 女生都靠過來 對…女生就靠過來 我就在那裡挑就好了 對 但是…這個志銘 妳知道子妤那個時候 有喜歡妳 知道啊 那為什麼沒有答應她 因為妳有三千多個要挑 不是… 是因為我們太像朋友 就… 因為我們從國小就認識 所以就一起玩在一起 青梅竹馬 但是算是 子妤 妳爸爸當時跟你談 然後妳說 妳只要變成一個好的發光體 就會有… 女生就會來找妳啦 對不對 對… 那如果裡面還是沒有志銘怎麼辦 那就… 看哪一個比她好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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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是… 沒有… 沒有… 就是… 可能就到大學的時候再交往 因為那時候 如果交往的話 感情也比較穩定 對 現在對志銘還是有一些喜歡嗎 對 有一些喜歡 可以這麼直接的這樣講嗎 志銘她這麼專業的喜歡妳 都沒有一點點的感動嗎 她是在開玩笑還是真的啊 她不是我的心 又不是我的心 又不是我的心 好冷喔 妳的菜大概是什麼樣子 她不是我的菜是不是 可愛的男生 舒緯這種咧 妳們都同年紀啊 有一點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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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對啊 舒緯妳覺得志銘可愛嗎 說實話 我來真看啊 志銘叫妳說實話 不錯 好煩喔 好 妳們自己去講 好可愛 觀眾朋友們 這段青澀的唇愛 是不是讓妳覺得 好像回到青春時期呢 而小聯盟臉書裡 還有什麼特別的閃光文呢 繼續看下去吧 看一下這個 雅蒂的FB 其實也有這種 閃光文嗎 我喜歡妳的笑容 雖然現在的我沒資格 但我一定做到最好 我的唯一只願守護妳的笑容 這個是 不是 這別人 男生寫給妳的 對 是男朋友寫給妳的嗎 對 可是她說現在她沒有資格啊 對啊 她為什麼沒有資格啊 為什麼 什麼意思 因為她只是我男朋友 蛤 蛤 重 對啊 就還不必守候妳就對了 對啊 還沒有獲得醫生的守候 她要等到跟妳結婚的那一天 我不知道 可是她又PO了啊 說入睡前 空氣中有著妳的戲 對 天啊 她終於有 是她 沒有她 是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我們在這邊聞得到妳的氣味啊 妳不是在吃飯幹嘛 我可靠多遠 還可以 分手後 時常有妳回來的錯覺 關上風吹的窗留一盞燈 對自己的傷痛不敢過問 我是誠實的人 還愛妳不敢承認 有照片啊 有兩個人的那個 真的耶 閃光照 妳的臉被壓縮得好變喔 那這不就都不可以 加到爸爸媽媽媽 可以被爸爸媽媽媽知道嗎 他們好像有看過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看過 你們的臉書有 爸媽媽 沒有 他們沒有玩臉書 但是他們會看電視喔 他們會看電視 媽媽在現場 媽媽 媽媽 沒有啦 這個是我們 製作單位做假的 我們說是亞地的 臉書其實我們是故意的 對 沒事 好 我們問一下各位 對於自己的同學 發這種閃光文 或這種施愛文 你們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我就會覺得想問他們有事嗎 你不喜歡人家這樣子 對啊 就我們明明就沒有另外一半 然後你卻要這樣放閃光來 射殺我們是有事嗎 你是有戀愛去死團的那種心情 對啊 就覺得又不管我們的事情 發出來幹嘛 可是如果你自己有戀愛的時候 你也不會這樣公開讓大家知道 因為這我覺得還滿隱私的事情 至於你要什麼 有什麼話想跟放閃光文的人說 我覺得他們這樣很好啊 就是 就是 至少他們的感情 這樣看起來就是 不管是分手還是說 我們兩個在談戀愛 可是至少他們的感情可以維持這樣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那你有看過資迷的閃光文嗎 我沒有看過他的 因為看了我會受不了 好愛 好煩喔 好濃喔 好 我們來接著看看還有第五個現象 是這個 感傷文讓你贊滿點喔 心裡的痛苦 比身體的疼痛還來得痛苦 然後哭了不解釋 哭了不解釋 像這樣子PO 就是當時什麼情況下 你PO這樣的照片 就是想到前男友 然後你 你快了 你沒事啊 你沒事 真的啊 這怎麼受得了啊 你為什麼 眼淚流這麼大顆 你怎麼可以抓得 這麼好的瞬間 去這樣拍下去 真的人工淚液嗎 還真的眼淚 就叫他停在這裡 叫他停在這裡 叫他停在這裡 要水滴嗎 不是 那重點是 你PO這張照片 你的心心 你是希望可以得到很多的讚 來安慰還是什麼 就是 就是 覺得拍有酷的感覺 有藝術感 你看 不是因為感情 真的是那樣子對不對 對 就是想拍有藝術感的照片 221個讚 已經有比有些人 我的朋友走速都還沒有 對 好 聽說呢 在我們這個來賓裡面 也有文青存在喔 小玉 對 我本身就是一個 假文青 來看一下你PO什麼好不好 因為其實那 因為我是去台中一家咖啡廳 然後那個咖啡廳就是 它有 它的擺飾都很漂亮 然後就是書啊 然後桌子啊 咖啡啊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愛情很可愛 對 我就假裝自己是導演 然後就擺了一個前景 然後請別人幫我拍這樣子 在發照片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打什麼 像我覺得這張照片很漂亮 可是我不知道要打什麼 如果我打一些很文青的話的話 人家會覺得我很奇怪 我生病了 因為我平常不會講那種話 對 那我有一次就是那個 還沒有春天的時候 但是二月 但是那一天 那個春意已經到了 我跟女兒喝咖啡 然後他幫我拍照PO上去 然後我就說 我好像講到說 在春天的下午 跟女兒喝一杯咖啡是很好的 結果馬上有那個 那個粉絲寫信 好顛折喔 對 另外很多朋友說 廖老師的意思 不是真的講春天 是講人生的春意 還有人講什麼 幫我辯駁就對了 有時候看網友在那邊這樣子 這樣對聊 其實也還滿有意思的 對 可是我怕他們真的怎樣 我就算了 就不要再那個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 可童妳也有PO 可能PO什麼 這就是 我就是上禮拜有點心情不好 然後我去游泳 然後我就寫心情不好的話 你就去游泳 因為在水裡流眼淚 不會讓別人知道 好文青喔 然後 這一句是哪裡超來的 這真的妳是印象的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有時候 難過或不開心 不開可以隨便跟別人講 所以我就 那天就想說去 通常運動 就是讓我抒發自己壓力的時候 是 然後我 可是因為我拍了這照片 大家就以為我在哭 可是其實是因為 我就是遊玩有帶挖鏡 然後我臉有那個挖鏡痕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拍照很醜 所以我就趴著拍 好 妳可以帶著挖鏡痕 是這個意思喔 對 但是剛好這張照片 就跟這個蚊子非常的符合 然後可以秀了一點身材的感覺 對 又有一點性感 跟一點點文青 然後又有文青的感覺 對 然後讓人家覺得 要秀秀 你在哭到可憐 這個有得分 像我可能 我就會拍一個我在游泳池裡面 然後這樣比例 然後說 沒有 這是搞笑 我沒有真的尿 我只是說 像我比較常PO一些 這有的沒有的 那我就會回說 妳就像是雞湯 因為雞湯上面會浮油 好毒喔 那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第六個現象 第六個現象現在真的還滿常見的 好不好 天天PO文到晚安 文不對題 很嚴重 我跟你講文不對題這件事情太嚴重 很多都文不對題 有嗎 我們來看幾個 就知道什麼叫做文不對題了 來 好 靳怡妳PO的這個叫做妳寫什麼內容 晚安喔 親愛的 那親愛的在哪裡 親愛的 每個都是親愛的 就是所有妳的朋友看的 說晚安的時候 妝髮會這麼的完整嗎 可瞳是不是也有 這個是誰 我在睡覺啊 就是好像真的感冒啦 好可惡 這一張很壞 還歪歪 還有壞 這在床裡面 在被子裡面嗎 這一張壞透了 怎樣壞透 這樣 這種照片讓人家引起無限的瑕疵 那你要不要按我辦嗎 對啊 不是 一種可能這種可能就是 就是我睡覺蓋著棉被 然後突然有個頭爬出來 就是差不多這個角度 頭爬出來 你真的很有想像話嗎 你真的覺得很像貓或小狗 在鑽那個棉被 對 我跟你講如果躺著 可是有棉被蓋 你就覺得這個 是從棉被裡面跑出來的感覺 好不好 但是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不對題 小玉也有做過這種事情對不對 你們怎麼有這張 小玉 颱風天 大家請出門小心 這個是 但是你在家裡面很舒服啊 我講一下這個照片 這個照片其實 其實那個鞋子是站住的 所以我要拍那個鞋子 對 真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做 要講什麼 要講什麼 那天剛好是颱風天 所以說颱風天 大家出門小心哦 對 還在秀一下 對 討論完青少年臉書六大現象後 而究竟青少年臉書PO照片 還會有哪些潛規則呢 就讓我們來一一揭開吧 我們來看一下 臉書拍照的潛規則 爸爸媽媽跟美少女是有不一樣的 好不好 譬如說如果是自然風景的話 爸爸會拍的呢 就是真的是風景對不對 然後媽媽的話呢 就是今天就爬山 然後就有人跟媽媽跟這個 那美少女會拍的就是一個辣民 我們都是少女 少女對不對 今天那種爬山好漂亮 都是會拍自己 拍美食的話 會拍的就是一個辣民 爸爸就會拍美食 然後就寫拉麵 其實我也會這樣子耶 然後媽媽就會說 正在身邊還有氣氛喔 拿著杯子這樣有沒有 然後美少女還是拍自己 好好吃喔 但是人家吃不下了啦 但是還是自拍 如果是景點的話 爸爸又是很老實的拍了一個女王頭 那媽媽 媽媽的重點就是媽媽一定會出現在裡面 然後會跟那個東西就是進去 真的耶 媽媽也是這樣 媽媽也是這樣 優雅的姿勢然後站在裡面 媽媽就會說 我和女王頭 那美少女就說 夜裡又好熱喔 又是自拍 都是一樣 如果今天要拍一朵花這個更經典 爸爸就真的拍花 花 而且花 媽媽就人皮花椒 媽媽超喜歡花椒之類 對 人皮花椒一定要的 最近那個士林寬點 那邊是很多人去那個玫瑰花季 然後媽媽都會拿個花椒 他也會 慢慢邁入媽媽的那種感覺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 那如果美少女還是一樣 花好可愛喔 可是也沒有花就自己 沒有 好 這是我們觀察到一些限制 廖老師 妳講到花也很有感覺是不是 沒有 我說 他們說的花 因為我拍的時候 都是我女兒幫我拍 廖老師有一些照片 你們來看一下佐證 是不是真的這樣 出遊時自然風景對不對 廖老師就這個 有沒有人在風景裡面 對 結果我女兒拍的 我都不知道 因為她照片都是她幫我撲上去的 忙了一天上菜囉 美食對不對 媽媽就是會跟那個菜一起拍 那就是我做的菜 所以當然也是有 有媽媽有菜 對 真的耶 妳拍就是媽媽系列的 對 我拍媽媽系列 不然妳要 因為我覺得不用拍什麼廖老師的系列 就是妳的家常的一面 好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 小宇宙聯盟他們PRO什麼樣的這個照片 像這個品儀妳拍的 就現在年輕人都是拍這樣 都很會合照片 菜端在前面 而且菜來的第一件事情 是先拍照對不對 品儀 對 對 先把菜拍一下 然後再自拍一下 當然呢 紀錄美好的回憶 現在 那知名之友就是剛剛講的 這個少女現在必備 就是說我出遊的時候 可是沒有人看得出來她哪裡玩 因為就是自己最大而已 背後有一些人 就是依稀而已 重點就是其實是自己 重點是我自己 對不對 知名這張 就是出去玩 這在哪裡 在就是外面 她已經忘記了 我們今天其實這個我們的同學 要教我們 小宇宙聯盟要教我們說 他們自拍 因為他們 你看我們看到 年輕人都是拍自拍 所以他們在自拍方面 還有一套 他們告訴我們拍照怎麼樣拍 才會好看喔 好 來 誰要教我們 喬音對不對 示範一下 就是我有幾個小撇步 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我拍的時候 我有時候心裡就會想一個氣 比如說 為什麼 然後 幹嘛 之類的 或者是有的時候笑的時候 臉會笑僵嘛 然後就會 嘻嘻 嗯 這樣 然後 還有第二點就是 你拍的時候 你一定要側臉拍 不然的話你的臉會看起來 很圓很圓 側臉拍的臉會看起來比較小 那都應該沒有這種困擾 整顆的 你拍的時候拍都是很圓 背後看起來都是圓 都是一樣圓 而且那個有的時候拍的時候啊 就是旁邊空空的 有拍到牆壁就會很醜 所以我有的時候就會聳肩 讓那個頭髮看起來圓圓的 來補滿 這張是妳 這張好漂亮啊 真的很會拍照耶 而且我之前的手機啊 是就是沒有內鏡的 所以拍的話就很難找角度 所以我就會去找一面鏡子 然後這樣反射這樣看 看鏡子裡面的 對 而且有的時候我看鏡子這樣拍 跟那個看鏡頭這樣拍 看鏡子會比看鏡頭 還要來得好看 自然 不看鏡頭的感覺 對啊 好不好 那還有第二 第二筆是什麼 來看一下 用同一邊臉拍照 因為呢 現在人都會自己找自己說 其實我的左臉比較好看 最佳角度 就一直照到那個臉 對 我也會啊 我就一直都只拍左臉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每次就是 我不管在哪一個位置 因為我們三個人嘛 不管在哪一個位置 我總是會露出我的左臉 比如說三個人 站在最這邊 就像我在最右邊對不對 我就這樣子 靠著左邊那個人 對 我就是露左臉 對耶 然後我在最右邊的話 我就右邊靠他 我就是左臉 我在中間的話 我就面向右邊的人 我還是左臉 然後 然後 我照 左臉照到 有時候攝影師 因為他一直拍一直拍 他希望你換一些角度 對 然後你怎麼換的臉都同一邊 他就說 你可不可以換右邊 右邊臉 然後HIVI就會在旁邊冷冷的說 他右邊有大便 他沒辦法拍 我跟你講 因為這個真的很嫩 你回去把自己的照片 你真的拿鏡子 這樣切開這樣看 然後再用另一邊看 你會發現是兩個 完全不一樣的人 就左右是長得不太對稱 不太 一邊看起來就是比較兇 哪邊看起來比較和善 你回去試試看 真的 你應該是一邊看起來比較圓 一般是一邊看起來更圓 更圓 我真的沒有分 我照相說 你看我哪一邊 哪一邊 就是我啊 就是比較沒有辦法 你好沒有顧忌 我好羨慕你喔 謝謝喔 小玉 小玉你會有這種 腳步罩嗎 有... 其實我的... 我以前二十歲之前 臉是一樣大的 兩邊臉是一樣大 但是二十歲之後 因為右邊長得智齒 對 這邊比較小耶 這邊比較大 真的...很明顯 很明顯 對 所以說我都用左邊 左邊在咬東西 所以我左邊就變大了 所以有時候攝影師說 裝可愛喔 我就 好 來 胸... 帥氣一點喔 你的意思說 你長智齒的那一邊 你就不會咬它 對 所以它比較瘦 所以就變得肌肉比較 沒有那麼發達 對 所以這邊的咬合肌非常厲害 真的不太一樣 你還不要練習 用另外一邊也要好看啊 好...試試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還有第一名的照片 第一名是什麼呢 脫...脫...脫... 脫...脫... 脫... 不是 我們驚訝是 你脫什麼是這樣照片 廖老師有脫塞照 哪一個有脫塞照 我有脫塞照嗎 那是我 不要再跟他講話的時候 我女兒起來拍的 我其實沒有 老師你脫帽無形中就是 對 我沒有想到有多 是直接被蚊子叮妳在抓還是 可是妳要啦 因為像我這種年齡 沒有什麼燒手弄之這一類的 也沒有說哪一臉漂亮 哪一邊漂亮 都已經不管了 因為像老師這個呢 是真正在脫塞 因為它桌子就在這 它真的使力了你知道嗎 它是真的在使力 然後靠在這邊 然後跟人家聊天 對 可是一般人拍脫塞照 應該就這樣 對... 沒有...沒有這樣 用放的 用放的 然後也不可能壓到臉 因為壓到臉會變形 會變髮 你這樣會輕易放的 才很好 青少年臉書的拍照現象 除了照片看起來 幾乎都一樣之外 還有幾個特定的潛規則 像是嘟嘴、脫塞、側邊臉 觀眾們 你是不是也很有感觸呢 小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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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今天來看一下 這個網路上 其實最近這個 有一個很可愛的影片 它是叫 我覺得是終極版的 教大家用數字1到6 可以跳一個很可愛的舞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全球瘋狂轉載 超可愛手指舞 雎 小女生 請說 只要可怕 尊重 天 babies 五條 親切 靠 手指 心 不 補 手指 對 皮靠 皮靠腿 皮靠 皮靠腿 皮靠腿 皮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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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oumi… 大大吉大陸Keyoumi 大吉大陸Keyoumi 大吉大陸Keyoumi Keyoumi…Keyoumi 好可愛喔 其實這個時候說話的 真的是挺可愛的表情 無敵嗎 說話真的好無敵耶 他講的是什麼語言 我唱的是什麼 我都沒聽到韓國 然後是一加一的Keyoumi 就是很可愛 小可愛 二加二也是小可愛 只是他教你手什麼比 就是其實你手這樣 比你也可以可愛 然後三可以怎樣 是啊 你三可以比 不要 我脫菜都被你們 笑成那樣子了 我沒有真的笑你啦 你這個再看一次吧 一二加二 一二 一加三 Keyou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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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謝謝 我就是 蕭老師 我跟你講 你如果真的在你的粉絲團 好累 一張這種照片 我跟你講 你粉絲一定會爆真 你不知道 年輕才是真的美好的歲月 我跟你講人生的所有的希望 都在前面 好想說句話 不會 我們上了年紀也是可以Keyoumi Keyoumi 你們還是可以Keyoumi 你們都是算年紀的 都是可以Keyoumi 沒有 蕭老師 我跟你講真的 因為其實像每個人的臉書團 像譬如說我會去參加什麼美食的團 或什麼的團 那像你的就是增加了 像心靈成長 所以你不要妄自菲薄 其實大家都是 東南性的社團 對 那我屬性不一樣 對 我去做人家以為我瘋掉了 可能要去看什麼心理意思之類的 不會 不會 很可愛 真的很可愛好不好 謝謝 是的 今天我們跟大家聊了很多 臉書的一些狀況 雖然是10到15歲青少年 他們在臉書上PO什麼玩什麼 怎麼樣問不對題 但都是一種算是青春的一個紀念 所以我覺得大家 但是還要提醒他們那個女生 如果那個 要小心 對 交朋友的時候一定要盛行 要小心 要保護好自己 對 好不好 但是在網路上面 其實很多事情 如果在那邊謾罵的話 還是會構成犯罪行為的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好嗎 好了 今天再次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所有的觀眾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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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